叫你們要開燈,為什麼都不開燈呢? 講出個所以然來吧 喜歡漢漢的戲分的也好啊 那至少跟我講啊 一般正常的人都要在花肉機 那你覺得來了教室該不會開燈? 那比較早的同學有聽到我來的時候 都會跟同學怎麼樣? 同學好啊 那你們要不要跟老師好? 你以為我在乎你們跟不跟我好嗎? 那你覺得這個老師喜歡跟你打招呼嗎? 我們只是做該做的事對不對? 你心會不會虛? 你該不會跟老師打招呼? 從小是不是? 不要從小教的是你覺得是不是? 現在黨剛剛要有判斷力了該不該? 你也要做你要長輩你也會老嗎? 你覺得是晚輩先跟長輩打招呼 還是長輩先跟晚輩? 那現在為什麼會變這樣呢? 我講這些事幹嘛? 三十分鐘給各位看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你在往哪裡走? 我今天是教育工作者來花時間跟你講的一些 不是講課外 我們接下來要讀的是什麼? 白話文 白話文主要文字你都看得懂 給人生給你自己什麼歧視 人生就像一本書啊 剛剛開燈也好打招呼也好 你讀到了什麼? 那我們分析一下 就像我也不想跟各位打招呼啊 可是我覺得我做老師應該這樣 尤其各位知道我姓阿彌陀佛 我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請問到時候阿彌陀佛問我 你做老師為什麼不跟學生打招呼? 我要怎麼回答他? 對不對?以前覺得宗教都迷信 什麼才是迷信你知道嗎? 各位我想在座的不管你姓哪一個教還是迷信教 走的時候希望你走的那個親友是往好地方走還是壞地方 上個禮拜給你看了 那如果他這一輩子連老師都不肯打招呼 你覺得他要去了哪個地方走? 自己悶良心嘛 這才叫迷信嘛 不能他是我好 他是我的親友 我就要他上天堂 天堂離開的嗎? 大家都活在七星大法的文學語言裡 就對一下科學吧 整個宇宙仰光宇宙之大 複雜品類之神 只有人類嗎? 整個宇宙只有人類開的嗎? 你現在會覺得不該跟老師打招呼 因為左營右燒都不打了嗎? 那我也不想跟你打招呼 因為你們都不跟我打招呼 我也不想爬 可是我心中有八尺 該做的我得做 我到時候我信基督教也好 上帝最後的審判的時候我站在職場 我不會到時候打不出來 那我當然有挖好地方去啊 我去的地方一定大家都很願意 為跟大家找招呼嘛 那你去的地方一定是大家都不想理對方嘛 你要去這個世界嗎? 天堂的門 地獄的門在哪?自己砍 為什麼從小到大該做的是 你看人類的道德勇氣是不是就是這樣崩潰的? 我現在在不是在跟你們說要 在讀文學的東西嗎? 你有沒有讀人生或你的心理變化? 就像讀一篇作品 你讀到了什麼? 人生假如像蘇格拉里 我常用他的對不對? 我唯一知道只有我無知 他另外一個疑問應該是 沒有經過檢驗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 你曾經檢驗過你幾次人生 像我們叫你讀如何享受 不要以為我在跟你講閒話 等一下就要用到 你看聽我的實境秀 我都 你看我背課 我怎麼背課 別的老師背課 你就不知道他怎麼背課 我背課就是一起讀懂實境秀 大家那樣笑 這個老師講十幾個鐘頭 因為我怎麼背 我怎麼讀懂的 全部去拍 以後上帝問我 我就是這些檔案 我沒有偷偷的摸摸 我身體下來搞另外一套 對不對 我甚至有時候想要準備 想說這個沒有錄下來 你們不知道我怎麼懂 我就要把它錄下來 我以前讀書 不是光你做學生 我也做學生 每次都覺得奇怪 老師你為什麼會 我也不笨 那老師都不教這個 老師只教答案 對不對 中間怎麼演算 怎麼推論的 怎麼 他怎麼從不懂變懂的 那關鍵都不教 就只教最後 要知其然 大家都知道知其然 知其所養 為什麼常常知其然就好了 你們考試你看 我不是就做我該做 其實人家怎麼罵翻 其實放完不到 對不對 該做要做啊 就是這種 大家只管知其然 答案是什麼 至於中間答案 這個匯風合唱 為什麼是舒服的風吹起來很舒暢 哪個事是舒暢 哪個事是舒服的風 那個智慧為什麼有舒服的意思 都不講 就只要講最後一個答案 那我今天站在這裡 我要面對上帝 要面對阿彌陀佛 我就給他混 那只因為大家 老師都不這樣講 那你覺得該該教這個 還是要教一個答案 反正有薪水拿 大家好日子過也好 那我問你 我以後要去哪 那我這一輩子才短短幾百年 我會算投資嗎 大家都這樣做 可是大家都也短短這幾十年了 那幾十年以後 宇宙不是人類開的嗎 該做什麼 大家有這一把子 光上帝問你 你有這個理性 人類是理性的動物 你知道什麼該做 什麼不該做 為什麼你不做 你什麼都答不出來 到時候你就乖乖去進獄吧 對不對 你該往哪裡走 自己開的嗎 誰害你 沒有 主靈用這個大概人都這樣啊 人都這樣我講過 都是怪壞同學把你帶壞 最後誰要跟他出去的 他能拿著槍逼你出去嗎 還不是自己要跟他跑的 你自己好不容易 考到文化大學 最有感動的 你有很多同學 並沒有上大學嗎 那當初你為什麼可以上大學 是不是你有你的選擇 誰拉得動誰啊 當你想要讀大學的時候 他拉得動你去玩嗎 最後蓋章的還是你自己嗎 佛教有一句話大家都很聽 可能都聽過叫 為我獨尊啊 真的為你獨尊啊 上帝來教你你也不會聽 你來管他是明星的 老師教就不用講了 上帝的話也不聽啊 老師 童子的話也不聽啊 聽自己的 不是為你獨尊是什麼 到時候你把你自己帶上哪 就要自己負責任 只有這樣嗎 人要往遠處看 什麼不要 這不是講縮懸道廟對不對 我都很實在 連教國文都沒有 不跟你講文言 我一直負責任 我多浪漫 都是很怕實 是不是 你自己去想的一些是不是嘛 你活的時候都不可以 你隨便來上文化大學嘛 還不是要努力 要選擇 有些要捨要 有些要取 取了以後就好 難道有另外一個世界 我現在擺料隨便 以後就可以想的了 現在不打招呼 現在該開坑的時候不開坑 現在該撿垃圾就是偏要丟垃圾 以後去的世界就是另外一般氣象 活的都不是這樣 你死了 那你自己做夢造的世界吧 對不對 那你才是迷信嗎 奇怪 然後每個人死了 Oh You want to rest in peace 我們講過敬兆孔 他活的時候心裡都會peace 他死的時候心裡會peace嗎 Rest in peace 也希望你活生到天上 有天使照顧你 所以被子做了什麼 有是那個讓天使照顧你 清當清智慧 人不要活在精神層次文學裡面 因為他是我的愛人 他是我的自信 所以我希望他好 他平什麼 那今天假如他是我的自信 我就讓他錄取文化大學 你平不平 你也不平啊 怎麼可以因為自信 就亂了自己的標準啊 對不對 那每個人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嗎 有些人總是隱私權怎樣 自己幹什麼自己非常大 那你健忘沒有關係 我們講科學一點的 不要講什麼神學 科學一點的時間宇宙 好 現在上課就好了 你看有人不聽課了 你來做學生該聽課 那你做了不應該的事 你現在抬起頭也來不及了 剛剛那一秒的時間 那一刻如果有宇宙時間倒回去 你是不是就是做了那種 那也都那也不掉 宇宙是我們大家共同形成的 你現在改做這些 就是因為沒有人看啊 沒有人 你的前提都是人的事 你活在人的井裡 井裡之外 好像人決定了一切 這上帝已死啊 哪有這些神佛 迷信 那你知道旁邊還看到阿貓佛 真的狗貓啊 光地球都不是光人類 都光整個魚 科學也沒證明 你死後宇宙外太空一無所有啊 你憑什麼認為什麼都沒有 你憑什麼認為人類是唯一的標準 我們只能就我們人類的已經判斷 什麼該做盡我們不可能嗎 其實我們判斷之後 至少我們已經對得起良心 你不能自己良心都過不去 只因為人家找到 紅燈不能手掌我就轉 反正沒警察 宇宙時鐘那一刻你就是做那件事 到時候你看西方人兵死幾天以後 到你死的時候是會回顧你一輩子做過的事 那就是上帝連都完要釣個券嘛 你耐什麼 你做過什麼你要來天堂嗎 你自己看過你死 我上禮拜 拍了一個很不雅的照還沒跟對他講 好像不是你們搬的 另外一禮拜是去上的 對不對 這樣還沒喘 結果你進去要上廁所 裡頭又一坨黃金在那邊 我知道到另外一禮拜 我上完了我也把那個廁所拍下來 可是我就還沒來得上 反正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我拍這兩張是什麼 上帝有沒有看到 你上完大便給人家拉在外面 你叫親戚阿姨幫你掃 你人就跑了 你為什麼敢做這個事 沒人看到 那上帝看不到 你最好你也不拜土地公 也不拜媽祖 也不拜文朱公 那這些公都看不到 他們是人還是神啊 你的標準你有沒有曾經檢驗過 自己的標準嗎 只要人沒有 只要人大家都這樣我就做 如果大家都垮台 人類有末日 有生必有死嘛 終情於盡嘛 上一節都在上的嘛 人之外的怎麼辦 是不是 你自己悶心這個我講的是不是 我為什麼會講出這一些 我常常在檢討 我自己在做一些什麼 沒有沒有 大家講到那五日三行 我身以為是這麼高尚大學 沒有 我沒別的都是很現實 就像你想要考上大學 我也想以後好日子過 我不想往地運手阿 那怎麼辦 該做的不做 不該做的靜做 這樣可以好日子過 這是哪一方面的道理講出來的嗎 自己都會心虛了 你還想跟誰討 宇宙時鐘撥給你看 就知道這一輩子幹什麼 所以你看 為什麼有人說要反悔 要懺悔 那基督教要告解 以前做了怎麼辦 怎麼彼補 只好以後不要做 就像好像壞人為什麼被關了 發奮罰 周除除傷害 就做過反悔然後真的 以後再也不要做 是一定要做該做的錯 是不是 以前已經救護還宇宙時鐘 就在那 你不要以為你會做壞事 這些耶穌基督 我不知道 基督教我不熟 釋迦牟年前輩子也做很多壞事 所以他也有報應阿 你不要以為他是神阿 不是 大家都是這樣 可是未來可追嘛 可是你就是不能這樣 混混而而繼續過了嘛 當然可以啦 也許你 人家說佛不度無言 你原來沒到繼續混混而而而 可是正在我教育的任 我們緣分就這一年 我該講的得講 我之前沒想到 不講就算了 有些同學覺得 我喜歡講各位的話 我為什麼來講 我也是做我該做的事 我今天早上五點多的醒來 我本來想我睡晚一點 就突然又有所禮物了 禮物什麼 有一心就是剛剛跟各位分享 我不能自理有所得了 然後該講的不講 是這樣嗎 對各位有沒有幫助 至少我覺得有幫助 可是我不能我知道 我得到好處的 像我自己爽我去天堂 你們都多聽 可是到時候 上帝把這 我那時候的心 他也看得到 也至於受死都掉出來 甚至我跟男生說的 到時候他掉出來 你看我連自己 悟到的什麼 你問了什麼 我都迫不及待 想分享給誰 那有些人覺得 老師可能題外話 或者很多人說 你可以去問我 我問一下我旁邊的朋友 我朋友都說 像我會是木河上行的 甚至你問我的姐姐 我的弟弟 我爸媽都在 我這一輩子 只會跟兩個人講 一個是我的愛人 最親密 一個是我的媽媽 連我爸爸 我都不會跟他講這些 我領悟的人 再來最後一個就是各位 為什麼 因為你是我的學 你是我的責任 對不對 我領了這個錢 我要以後面對 阿彌陀佛面對上帝 然後再來是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誰 即使留那些眼 只要你知道 我就會向對待我的姐姐和弟 因為我知道他就是那一塊料 我就不會再多言 只要你就是講不聽了 那我以後不是不跟你講阿 你這樣講的惹你不高興何苦 那就跟你移啊 還怎麼說我們也很順頭 對不對 那我不能預設你這樣嗎 我也不知道你 今天假如我很了解你 當然我不會跟你囉唆 這就是第二個情況 你要怎麼過 是你的日子 那客人 本來就是這樣 就像你今天考上大學 別人考不上路 本來就是自己走 因為 可是我 不能預設大家就不想聽 就知道嗎 除非我確定你只不想聽 讓我 大家都不想聽 因為 你真的 完全不要講 我講課內的齁 所以我會教書教 開教書教完就算了 換我什麼事 以後我去天堂 你們去哪裡 我不知道我一定是去哪裡 可是我真的有把握去嗎 因為我一直在檢驗自己 該怎麼做 你看我上完廁所的廁所 是什麼樣子 跟沒有上座是一樣的 我有時候尿到外面 我還是拿衛生紙 那是什麼 因為我永遠想著 上帝在看著我 你呢 或者別人呢 不要我 對不起 我有一個口 之前有同你們學長 修正完成 那時候你好像不關我的事 對我道歉 可是有時候可能習慣你 就讓我更改一定沒有而已 別人至少我之外呢 為什麼會 因為我也是人嘛 我也幹過各位的事 懂嗎 我也偷過錢 你看 我現在放了不慘 我小學的開打電動 也偷過錢 那偷錢的心理是什麼 別人看不到 而且我偷錢 我求得心安排覺得 故意在那翻我外婆的皮包 翻翻翻 故意把多少錢 不知道五十塊 一百塊掉出來 然後再把錢收回去 自己自欺欺的人說 啊我只是翻翻皮包而已 然後翻翻皮包 就封起來 怎麼外面有五十塊一百塊啊 這是我的 這叫小孩子 我當過這種存知 你有沒有當過存知 以後怎麼變上帝 我想要往生 靈性嗎 還是靈性 因為我死了就想往生 極樂世界就去給你極樂 你都做了個不安心的事 你自己心的蛙 你如何樂 接下來上了上海行就是這樣 我們前面談過經兆不同 談的是心理層 談的是生理層次 外表看起來很近 心理層是躁動的 心理層是躁動的 你看哪個壞人會寫在臉上 我是壞人 可是你如果沒做壞事 是不是心理層很平靜 表面可能看起來很平靜 他表面看起來平靜 心理層很怕碰到警察人檢 不要講座多大的壞事 喝酒酒後 對不對 酒後如果駕駛的話 或者無這種價值 甚至可能在座的路 這個裡面 那種心理不安 你怎麼會往生極樂果 極樂是不會有這些不安的 你既然愛做這種事 甚至你還在做這種事 你怎麼不去那地方 你跟那個地方 你自己都是say no 我不想 我還是享受這種不安的快感 我還是想要做那些之後 事理再管 你如何得到極樂 極樂就是心理完全安的 那怎麼會 你看 不要光說 有的同學反映 別的宗教怎麼辦 所以我常常提基督 因為我懂教不懂 回教我幾乎不懂 我不敢講 基督教越懂幾分 大家聽過愛德 愛德什麼那首歌 愛是恨就忍耐憂忍之類 其實都是聖經裡頭話 裡頭有一些什麼 捕捉害羞的事 問問自己有沒有做不害羞的事 你想去天堂 死了做個彌撒就去天堂 先把自己害羞的事解決掉吧 或者你以後還想做害羞的事 你能去天堂嗎 天堂是捕捉害羞的事 你自己想做害羞的事 你其實不想去那裡嗎 我問你幹嘛還去做害羞的事 不是嗎 這叫明信 明白的相信 不是迷信 不是因為牠是我媽媽 牠是我爸爸 牠是我的親人 我要牠去保命 可貴啦 人類可貴 為什麼我們是高等動物 我們一樣要吃喝拉桑 比那些動物高等 是因為我們是不是 我現在講得很聽得懂 所以會去煩亂 是我順手真的見解 還是你自己 用自己的邏輯量 進去判斷之後 我講得到底是對 還是我想換出什麼教育 自己可以換動 也不知道我是官司 自己去檢驗 我也沒教你接受我的 可是你要去檢驗自己 經得起檢驗了 就像剛考完的時候 經得起研究是真的 經不起檢驗 等下看課文就有假的 我們上白話文 對不起喔 可是我敢耽誤大家時間 還是有關的 白話文複習一下 就像剛剛說 問一般說那麼多 幹什麼 讀啊 讀到言外思議啊 對不對 講的一些 我講舉的例子 都是生活很常見 可是我為什麼讀到這些 你為什麼讀到 我當律生你讀到 你讀得剛剛很好 也許你讀不到還剩 對不對 反正大家都不跟老子打招呼 我就不跟老子 你就在讀白話文 這句話我讀懂 可是你卻沒讀到 不跟老子打招呼之後 會有前因後果之類的 深遠的你都不再去想 不再去推銷 你讀白話文一樣啊 誰看不懂 幾乎都看得懂 你怎麼知道他到底要表達什麼 白話文的價值在裡面 我說老實話 因為我已經背到將近一半的課了 我原來很討厭白話文 因為白話文喜歡賣東西 像文字 可是我讀的這一篇 雖然還沒讀完 我真的有點愛上白話文 我只得白話文去 難怪有它的價值在 可是它的價值 絕對不是你看得懂這種價值 是它藉著你看得懂這些文字 蘊涵了多少道路在中間 你之前講的 教你怎麼去讀懂欣賞文 那個白話文也是啊 你要怎麼樣 要自持聯想 聯想之後要帶回二座嗎 看你想的對不對 然後最重要一點 我今天早上來上課的時候 常常常對個人 我們講七星大法常常對立面 個人的對立面是什麼 是不是群體 群體最大群體是什麼 我們人類就是整個人類 不是光線中國人或台灣人 整個人類 就像你現在讀沙翁名劇 希臘神話為什麼感同身手 那是對整個人類有啟發性 所以它才有價值 不是因為它是哪一國家的東西 人家吹恐 對不對 你看孟拉利亞莎的微笑 看半古的音樂 你聽莫扎特的音樂 對不對半古的話 莫扎特的音樂為什麼能夠出動什麼 因為它對你有所歧視 它的價值也在這 不是因為它是莫扎特 它是奧地利人還是哪一國人 什麼一樣的東西帶回來之後 只要對個人對你有什麼啟發 對人類有什麼啟示 你想的答案可能就不一樣 對不對 帶回去只要跟原文 文藝沒有矛盾 那你就看得到人家看不到的東西 你可以把你的心得 或者欣賞的結果 所以叫先會分析 才會欣賞叫賞息嘛 你會分析之後 那分析從哪裡切入 事實上的就是關鍵 它為什麼用這些字 再來就是它為什麼這樣講 同樣一句話 他為什麼不能另外一種字 為什麼 你都在問一連串的為什麼 你要知其所以然才行 簡單講不能看表面 表面就是很好 文言文言還不說 反正我看不懂都很深 來畫我的表面都很淺 你就是比誰看得深嗎 那就得到好動 還有拜託 不要光聽我噼里啪啦講 當然你再有能量 最後也會泄氣 老師為什麼睡不著 因為我一直講 對不對 所以我是很心得 看到你精神開始萎靡 我是很心得 我是很痛快 那你為什麼不可能講 你要講 講錯了 也是加分 這又不是考試 那是考試錯了 你錯了 講錯講對了還在上課嗎 你都會 所以要盡量講 尤其有些人不是其中考不好 真的沒愛考 你要補 你不表現我怎麼給你加分 對不對 到時候怎麼給你過 你即使表現在差 你平常肯努力 我至少給你一學期過 人家也不會跟我講話 對不對 當然不能奉送兩學期 這樣變成人在尾 我至少給你一次機會 下一集你要選別的老師 當然是沒有這至少 我給你一次機會 那你要讓我有平均 我面對上帝嗎 怎麼樣 你其實不及格 我也要讓你過 對不對 不是因為我愛你 或者你是我什麼 甚至你發覺我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努力了 可是還是這樣 總要給你一次機會 對不對 對不對 什麼都要講道理的 不要只想要人 所以關鍵字很重要 以後等一下一開始讀課文 你就要試著看關鍵字 因為整句話你可能都懂 可是你不要被整句話 也許白話文寫有毛病 就是有句子很長 你要不要被它障了 它出現哪些字 或者詞 那你要想 比如說出現月亮 等一下就會出現 月亮讓你想到什麼 月亮就是過毛 就是月亮 科學語言七星大 月亮表不表示團圓 表不表示 有沒有人魂的意涵 那不要月亮表不曉 不是分離 月有什麼 心情圓圈 何況你看書中 我寫這句話的時候 在什麼月圓的時候 他跟他的地理 書冊在分離的時候 是不是更難得過 你看你看月亮都圓 我們人卻無法圓 是不是更是一種對比 所以不表示明月 圓月就是團圓 那可能是團圓 是不是永遠注意 對立面七星大法教你 那我們為什麼這麼敢讀 帶回二座 對不對 是 就可能是這個意思 你就會去像明正當特朗 去推理 哇他裡頭 為什麼用明月 明月幾十有 他不是殘月嗎 他不是殘缺的月 他是明月 明月就滿月 而且我問今天 可是這時候他人圓不圓 不圓 因為這時候明月 並不是趁過來 表示他過得很幸福 反而好像在笑他 他不如我 對不對 你是什麼萬物之類 你還不如一個無神 命的月亮 這樣不就會 把他的修辭 或可能修辭的計條 也講不出來了嗎 對不對 你就知道怎麼去欣賞一片做文學的作品 你以後去欣賞藝術作品 藝術的價值都是在對人 或者整個人類的啟示 啟發 你只要講得出這一番道理 勾動人的情感 那就是對的 不用覺得我是學生 我講得誰聽 對不對 就好像剛剛你是學生 可是你可以看待我該做什麼 我該做什麼 你覺得不能說 我程度還不夠 是親戚人 就像我剛剛偷錢的那次 這全都掉出來不是我偷的 是親戚人自己也知道 你知道我那時候 我小一年級 還二年級 他現在還想昨天發生的事 所以他就是要做孩子 做孩子 心不安 怎麼可能去其樂之間 怎麼可能lays in peace 心安才可能peace 你的peace從哪來 來誰要念課文 課文70頁 是70還是71 很好聽到太誇張了 不要講到我 就70了吧對不對 因為他前面門的導讀 導讀是70頁 是71吧對不對 70還是71 沒有人要念喔 那等一下點名應該有成績很差了 甚至現在平常成績不及格了 我已經給你加分了機會了 所以我當你跟上帝交代了過去了 我不是變態或者機車嗎 你自己有機會要分數不要 連念課文都懶 那你要怎麼 我只要點文 覺得會跟我配合的同學啦 是不是 大家都公平 你剛開始都不認識嗎 有沒有人要念 沒有人要念 你念好了 謝謝 我叫平妹平常 你叫柔柔 親愛的一 新月雨在真北真色中 烈牙成了三分之一的明月 如一隻搖籃床 顏色重新白粉粉而汪紅 閒在城市的天際線上中 微笑著 你今晚來電 說來真奇妙 台北和上海就這樣混合 我真心喜歡聽台灣人說話的腔調 特別來上海後 當然你的聲音好聽 我只能貫路下來當睡眠群 男生說話腔調若不合我意 本來一開始人我心 我向你提及這裡生活的過差 有如地球的兩極 富人可以夜增 夜增好幾千人的墓地 窮人一個月可能只增兩三百人 像在整懷海路指揮交通的勞動人 豪宅高樓之外 是幾十戶人家擠在一屋的光景 好 不知道 換步手可以念什麼 一動 一動 換步手 換成踢手床 撞 撞 這個是讓你很痴 床 聲調不重要 你現在四聲稍微幫助你記憶一下 對不對 它右邊其實是同 可是它可以念壯 壯 壯壯壯 壯壯 這叫聲音轉變 嗡跟嗡 我們九陽神中不是有一個聲音變化 反正連結自己 你可以歸納這些 嗡跟嗡會轉 這是壯是不是會唸嗡 我問你橫貫公路 縱橫天下的橫 是不是也唸嗡 可是右邊是不是唸嗡 右邊是黃 看到嗡跟暗會轉 有沒有 我們這兩個例子 聽得懂我講什麼嗎 聽得懂 它的韻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說 右邊銅子不對的時候念壯 你從來都不會出問題 到大學來的 那你將就這個詩念床 一床有沒有聽過鬼影怎樣 聲聲還有鬼影床床對不對 就是這個床啊 有沒有聽過 聽一下鬼影床床 真的有嗎 不要說謊喔 沒有 沒有聽過就沒有 我說沒有 我說有 真的有聽過 那你就不應該對不對 這不應該是警戒自己 不是教訓你 自己有一個警戒嗎 那我躺在生鏡中 沒想到 這時候還是單字想附詞 你這個床沒想到 這國影床床 那這時候是不是也幫助你 複習一下 喔國影床床原來這個字 這不是一舉兩人 學一個學了好多 問故事心了嗎 要會學 要學一個字 學課文跟你生活無關 像下一次鬼影床床 突然忘記怎麼寫了 想到上海行 喔這樣寫 左邊是一條毛巾 為什麼是毛巾 你知道嗎 毛巾是不是布 你看布 布 右下角是不是一個毛巾 你怎麼寫布這個字 麻布的布 是不是一個毛巾在右下角 對 所以它原來是個布 這個床原來是什麼 有沒有看過那個旗子掛很高 然後一塊布這樣垂下來的 長條的 那就叫床 有沒有 這是隨風飄 它會像旗子一樣飄的 那你就床 一床一床 原來是旗子 後來形容什麼 你看鬼 是不是看起來就是飄逸的 要看那個長旗子 影子在那裡飄 床一床 然後再一次 因為它的膏 再拿來當作房屋 一床房屋 一棟房屋 有沒有 他等一下叫他 就是這裡嗎 有沒有一床 來了 我們暫停一下 既然聊到這了 你會不會的也可以算關鍵字 你是剛好撞到 我們都提到鬼影床囊 所以他故意用床是不是 他為什麼說一棟樓 他要說一床木 剛剛不是問你 你要問他為什麼可以寫別的訊息 也不寫 他要寫這個 他是文學家 你除非說像各位的程度 活著我們很多 沒有別的詞可選 明明可以寫一棟房子 其實 或是人家擠在一棟房子裡 所以這是不是又可能是賞息的切入口 你要懂得去分析這個 幾才是欣賞 為什麼寫這個好 不寫一棟房子 講出個所言 為什麼 佳音 我說考完資本 認識一些 不要光點頭 講啊 不肯講 錯了也沒有 你講你自己的見解就好啦 就像你的考卷 你講出來我只知道你們的毛病出在哪裡嘛 你今天去看醫生就是診斷生理病 七星大法 你現在來上學就是診斷學習病嘛 不要避諱病這個病不一定是不好啊 是不是 有病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這種不好 沒有任何貶低的意思啊 不過你來做老師嘛 有必要來學呢 腳都會了就是不會 那為什麼 你怎麼分析 那老師怎麼交給你 彥廷慢慢走 應該是叫彥廷吧 就是認識了不少 彥華 是不是 你呢 為什麼不講一棟樓 一棟房子 我問你一棟在白話文 既然大家講白話文給你的感覺是怎樣 好還是不好 他這裡要表達得他好還是不好 剛念過一遍啊 你不會跟著他的tempo走吧 也許你讀得還比他快 就上下文很重要 他這裡擠在你覺得好不好 舒不舒服 極樂世界嗎 不好你卻用一個洞 是不是兩個狀 可是用回忍爽爽爽爽不爽 很爽嗎 讓你更厭惡對不對 更醜化很好 因為剛剛你看這個我在實境修 我說過都沒有想到的 可是剛剛跟他討論這個 才突然想到可以床 我也已經床了 我在實境修只講說 這是像旗子一樣 剛剛跟你們討論旗子 旗子給人家感覺是瘦還是寬 旗子都瘦竹竿嘛 大家都擠在竹竿裡頭怎麼樣 是不是跟強烈的對比 那你用這個床想到旗竿的擠 旗竿很少 如果是這一棟樓寬不寬敞 你就故意這樣 可是給你 如果講出洞這個字 我們白話大家都懂白話 給你的感覺是不是就是爽 你不會講到不好的 知道人家怎麼用字 學是學這個 你現在做文也會 你可以寫一棟樓 一棟樓 你會用哪一個 帶回後住 你現在要表達什麼 你會用得文系 順心是不是 順順心 對啊 所以這件事有好處 有不好處嗎 好處是比較掌握你學生的狀況 這邊比較對的情 你假如你有用心上的話 所以你就知道他為什麼要用這個 寫在一床 寫在一個窄窄的房子裡 這個窄窄的就是藉由這個床 因為他床 當然你要知道這個字義啦 這個十全大福 對你們來講 要是生事的話 那你們也許比較捨得 其實是國藝床的好嗎 國藝床的看 這不是人住的 是誰住的 鬼住的對不對 你就可以這樣去賞心了 那你今天去問中文藝女士 我中元藝先生 中小姐 中女士 你有沒有這個意思啊 他會說我沒有嗎 跟你講他寫的他自己都忘了 可是你講得對 對他有加分的 他會說沒有沒有這一層 掌握這個要點 這個要點是不是有人文的影響 他自己是要諷刺 那裡屏幕差距很大 有些人要住這個 這對人類有沒有啟示 是不是反映了人類社會的不公 對人類有沒有啟示 有這種答案發生 你有沒有論的事情 你去問作者 所以文學批評有一個理論 叫作者意思 他寫完 你不要講作者 我們大家都不是作者 你自己寫完的東西 自己都會忘記對不對 寫過 對啊 你就寫完你就不再是作者 你是讀者 你怎麼知道你作者的 你只要帶回去都是對的 不跟你整篇文章竹子衝突 都可能是當時 也許你是潛意識的表露出來 或者你自己當初有這種意圖 你自己都忘記了也有可能 所以你要不要那麼沒自信 我以前也是這樣 大家都陷入一個民視 因為我們都是這樣長大 考試很怕扣分錯 腦袋裡頭只有二元 不選民進黨六國民黨 不是脆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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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就很胖 可是答案從來不是一元的 不是二元的 沒有也不是一元的 他是多元 你只要帶回去是對的 不要那麼沒信心 我一直想要給你 你怎麼借定信心 你只要像讀那種賞悉的 不管詩文的或白話 對人類有啟發 對你的個人有啟發 對人類有啟示 八成都是對的 我不能讓他們看看這種不全力 那你要講得很圓滿 讓大家都服 那絕對就是對的 八成都是對的 你要有余去尊重自己的發現 對不對 剩下的就是你把他自己的論點講圓滿 學術就是這樣才進步的 繼續嗎 何這都是我 何這都是我所望出去的上來 何這都是我所望出去的上來 還往旁邊所寫的上來 都是以往租借商業區 或是觀光商城時尚東方以下的上來 一般是影響我們的生活掙扎與深色 卻夢不著邊 文不著味 好 就這樣吧 太多消化不了 其實我好像 應該是講前面兩代而已 他讀得蠻快的 讀了那麼多 剛剛千叮嚀萬叮嚀也有在做嗎 好 我現在講的都不聽 那你要我怎麼帶你 怎麼教你 你就得不到而徵傳 你讀了那麼多文字 我們會去抓關鍵字 教你來抓關鍵字 哪些是關鍵字你抓 來海信 你會抓哪些 心 我問你這個心 什麼意思 光心也可以分析 剛剛才講明月幾十日有八九問天天 那時候是滿月 月明對不對 心月帶回來 他現在講的是好事情還壞事情 好像都偏向不太好對不對 可是心給你的感覺都是好的 對不對 要嘛他就是用對比 可是別忘了他不是上海人 他是異鄉人 台灣作家 去上海這給你心 所以這個心往正面的來想 可能是什麼 新鮮感 去一個新世界 看到一個新鮮感 甚至還有什麼東西 剛剛我們讀過那一段 上海不是原來我在台灣認識的 那個上海對不對 這感覺是不是也會有心 刷新他的印象 我在台灣方間讀到的怎麼樣 來到上海讀字 可是這裡頭是讚美還是點低 點低 所以心未必是心 你怎麼還會死在一點上 你以為心只有好意 你就好像我剛剛講 明月幾次 圓月就是團圓 都沒有負面的意涵 你這樣腦袋是活的對不對 想很多 以後判斷你人生的價值 或者以後生了小孩 小孩堅持什麼 你做大人就是比他懂得多 你才會想得比較靈活 不會只用自己的價值觀去看透 腦袋就轉不動 隨時有帶頭在那衝突 是嗎 我現在在救你的家庭 你都不知道 因為我一直在教國文 你都覺得你很Fashion 你很流行 你現在討厭你爸媽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 當你做爸媽的時候 你也是一個老頑固 那我想怎麼辦 你能想那麼多嗎 怎麼 你怎麼能想那麼多 就藉由文學和語言的那種訓練 邏輯的訓練 你腦袋才會僵快在你眼上 永遠跟自己的邏輯 或價值去判斷這樣的事情 好 星夜你要抓哪些關鍵字 我這個是後來扯的 可是這關鍵字不容易發現 你不抓到也不算錯 可是至少你要先抓比較明顯的 比如說你看我叫你們要看那個獎益 這在哪裡呢 三次我跟你講過對不對 在所有教材裡頭 你隨便一個實境秀 或者你在我們教材下面也有 你找燈高 因為應該沒有改過PPD講就是 你下載了 不是這個 對不起 不是寫作背景嗎 是這個 詩文賞記的技巧也要 這開始 也有燈高 以度骨燈高為了 對 你們的七星大法 就是我在教這個的時候 慢慢歸納出來 所以我慢慢心得 所以我很接著學生菩薩 我用這個實境 真的是菩薩來度文 我讀完博士 國文能力還沒那麼好 我來教書加增進很多 其實我國文真正啟發是 讀博士的時候 那時候給自己去讀一些原文書 就是國念文 我研究過剛剛清朝的都寫了文文 那時候沒有注釋翻譯怎麼辦 是要去讀懂 那時候才剛起步 來這裡才慢慢統整來教書了 慢慢統整九陽神功才九招才出來 因為常常讀的過程 從不懂到懂 發現有時候是字型結構 換一下負責對不對 就懂了 這一招記下來 有時候還單字想 這個字 原來白話也在用嘛 這一招記下來 下一次碰到不會的人都去想想 白話有沒有用到這個字 可能有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以前學習就是 你看到這個字 就想到什麼意思 常常不是你想的 所以後來為什麼七星大法 你不要死在臉上對不對 要想到其他的可能 單字想負責 為什麼想那麼多負責人 可是你別忘了 還有第九字要帶回去 對 全文講得通 就可能是對的 接下來就是你現在看到這個 關鍵字 對不對 一開始就跟你講 不見題目 只見關鍵字 然後呢 接下來關鍵字還分好幾集 第一集 第二集第三集 第一集他打不到 那第一集 那第一集 表示怎樣 月亮可以想到的意思是說很多 可以想到越多 像天高皇帝遠的天 可以想到自然的Sky 另外還可以想到天子對不對 還可以想到天下 是一種就是很高級的關鍵字 你要先抓這個 然後想想他可能 在這篇文章可能會 走私 偷渡了多少意涵 就是相關的意思 在他的文章裡頭 只要在他文章 都講得通了 全都是對的 還有什麼 很簡單的 像搖籃床 對不對 也是一個關鍵字 為什麼 搖籃床 你想到什麼 搖籃床 只是搖籃床 通常關鍵字就是包含有人文的 七星大白有人文的意象 文學的語言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對人的啟發和啟示性的 那種都是叫關鍵語言 想說沒有純粹科學的 沒什麼好分析的 沒什麼言外之異的 弦外之異的 那麼大家就先忽略 不是叫你放棄的 只是忽略 因為那麼多嘛 你知道先知道嗎 微塵 那搖籃床你想到什麼 你想到的就講啊 人家有點名了耶 睡覺 睡覺 然後想 只有睡覺而已嗎 睡覺還分睡得好還不好吧 可以扯的是不是更多 我們前面不是提到文字語嗎 對不對 他把他牽連羅織進來啊 只是想到睡覺 你現在好不好睡 不好睡 他就上課了 那我問你他這裡是表示他好睡 還不好睡 不好睡 好 對他說不好 你說好 為什麼 我是用猜的 他說打在猜就算 為什麼不好睡 你也是用猜的嗎 因為他後來是不是 希望他聽到的聲音當作催眠曲 需要催眠的會好睡嗎 所以後面的催眠曲是不是也關心 那他為什麼要這裡表達他不好睡的意思 第一個他可能是在外面或在家鄉 那就又可以想到什麼來 羅文字語把牽扯進來 有沒有鄉醜 就進來 帶回來合不合 他會不會想這樣 他雖然人在上海人在大陸 人在中國想的可能是台灣 所以我們好像第一次也一開始說 為什麼學校選上海經 卻不選陸港經 台南經對不對 不愛台灣 可是他也選古字而已 是愛台灣啊 表面上寫上海經的古字對不對 你看剛剛才寫了 上海不是我原來讀的上海 是不是已經第一層否定掉了 對不對 表面上以為上海經要寫上海的美好 也許他其實這一次的上海經 只是經過一次上海抄 讓他發現了什麼東西 所以人要看內裡的 就像你以後交朋友 要看他內在是好還是不好 要看表面光千亮明 你交男女朋友更無聊 再來呢 還有什麼可以當你 關鍵字 都沒有了 可見 隨便抓一個 你都沒有茫然 然後怎麼樣都可以講 都可以講話 老師我不懂你的意思 關鍵字是什麼 這些話都可以講啊 我才知道 那你哪裡不懂跟我講 我才知道你到底 我以為我講得夠清楚 也許你還是聽不明白 你要跟我這樣交流 我才知道道理 否則我都用我自己的主觀 你不知道我認識你 我怎麼知道你到底 怎麼樣 那你幹嘛 蛤 蛤黃不黃 蛤 對 因為要注意一點 有時候你讀不懂的時候 或者你覺得他幹嘛 有這個結局 有你關鍵 вы fuck 說真的連播也不懂 蛤黃嗎 那你覺得關鍵字是蛤黃黃 蛤黃黃可能表示什麼 表示什麼 蛤 你覺得你要抓蛤還是黃黃 我是抓黃黃 因為蛤我想 真的想不出來有什麼 當然這就是程度問題啦 我為什麼要抓黃 因為黃有什麼意思 好了還是不好的 我如果想到不好的 什麼東西黃掉也不好 或者比較過去了 不要拖大家時間 像泛黃的照片對不對 表示那個歲月是不是一去不返 因為你們還沒讀到後文 我發現這個答案是對的 因為要再看後文 可是你要先這裡準備 想到這些黃相關的 你想想看一個月亮 他幹嘛沒什麼不好用 你已經有用到 他會這樣抓 應該有用到我剛剛教訓你們了對不對 為什麼可以寫別的 他不寫他要用什麼對不對 別有用心 那這裡就要注意 也許我們能力 至少我的能力給我 也許你抓到你就地址不優如斯啊 可是你是抓對點的 騷到遠處了 就看誰的本事 就像尋寶圖對不對 寶卡貓對不對 什麼什麼卡 對不對 還有什麼 除了這個 其他不裝 就裝電嘛 電有什麼 來電呢 是不是一與雙關 對方是男的是女的 作家是誰 所以二座很重要 我們為什麼要先認知作者對不對 要帶回二座嘛 既然作者是女的 對方是怎麼樣 他覺得他聲音很好聽 今往來電了 只是科學語言 物質東西電話來電嘛 心靈有沒有來電 懂不懂 心有靈心一點通 心電感音有沒有聽過 是不是都有電字 他是不是想要藉由這種 你才是我的知音 敵人要聽到你的聲音 我才能錄 這來喔 你看 喜歡台灣對不對 這已經馬上破題 所以上海其實你這裡就要準備 對 也許他講的根本不是上海的好 上海這麼好 他幹嘛還要喜歡台灣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你看他表面上講說 喜歡台灣的腔調又來了 你就以為他死喜歡台灣的腔調 那是不是死在一點上 也許他是借代格 用台灣的腔調 借來代替台灣的美好對不對 這些都要會去抓 會去分析 你還知道人家在寫什麼 懂不懂 那個攝影師要靜止喔 不要那麼困 沒有 你要用心抓鏡頭 你就不會那麼累 我為什麼可以讓攝影師過 因為你要抓鏡頭 你必須要提審嘛 你就其實我想你八成也有在聽過 對啊 你不可能專心在拍而已 那麼專心的我只要講 你都沒在聽 有一般的攝影師他還會跟我對話 可是他都講 就像你有時候可能回答我 你都講在這邊 所以我覺得麥克風看他其實都錄進去 所以有時候我以為他上課都沒回答 他都錄到自己的身體 不但我死 是這樣的話 等一下第二節來的 只要我給他高分 我們這樣見這樣好不好 我盡量不想給人 所以我很確定他第二節來 他們就給我死 他們一下子大概分數而已 我不但我應該是一節點 先休息吧 先休息吧